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作为一个海洋大国,之前中国在有关海域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因此导致争议海域的周边小国都敢跳出来耀武扬威,其中最过分的就是美军,都知道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经常是动不动就带着两艘军舰来到我国海域附近搞什么自由航行,关键好多次都不顾抗议,进入中国有关海域航行。 即便是中国军舰不断驱逐,甚至发出撞臣信号,美军才会不慌不忙地撤走,都是因为中美海军武器悬殊太大,但是,近几年,随着中国海军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论是潜艇、航母、驱逐舰还是海警船,我们的海军装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吨位、先进程度等方面已经完全超越周边那些曾经耀武扬威的国家, 跟美军相比虽然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如今即便是美军也不敢轻易在我海军面前造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那些曾经的跳梁小丑再也不敢出来叫嚣,身份完全互断,现在轮到他们抗议了。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无人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我国抓住了机遇,在无人军事领域跟美俄等国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起跑,得益于中国的高速发展和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心情付出。 中国在无人领域杀出了一条血路,在无人军事装备方面我们也成为当之无愧的强国,某些领域走在了美俄的前面。 近日我国又传出一个好消息,一款设备再次打破纪录,被美眉称为美海军的噩梦。 据央视新闻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海星6000游览遥控水下机器人日前完成首次科考应用任务,最大下潜深度突破6000米,创我国游览遥控水下机器人。 ROF,最大下潜深度记录,据悉,这台海星6000在此次科考应用当中,已经先后完成了9个不同深度的前次,获取了大量的海底样本和数据资料。 众所周知,潜艇和航母到现在仍然是海洋强国的重器,它们是拥有很强的战斗力,但是发挥这个战斗力的前提是都需要在安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而这个水下机器人就可以做到监视的效果。 如果将中国领海内隐藏众多这种探测器,那将组成一张大网,一旦我国海域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会第一时间掌握,所以美媒表示,一旦中国将这款水下机器人用于海战中,将成为美军航母,潜艇的克星,而且美媒认为,中国已经掌握了具有破坏性的技术设备,如果将这种探测器加装上破坏性武器,那么这款武器将会出现在中国任何海域。 在美军还未察觉的情况下遭到致命打击,但实际上,根据报道,我国这款海星机器人只是科研设备,美国可能是被中国高速发展的军备吓破了胆。 我们一直向网住和平,但也从不惧强权,假如中国海域有萧小躁动,我觉得这款机器人还真可能有很强大的功效,卫星拍摄到的疑似轰6J战机。 近日,据相关媒体报道,中国又有一款大杀器悄悄服役,竟然比轰6K还厉害,那么中国空军究竟装备了什么新杀器呢? 据专家猜测,这款大杀器在轰6K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的轰6J,它的作战半径超过4000公里,并且改进后增加了电子战能力,能直接突击到美国的关岛基地,覆盖整个西太平洋地区。 得知真相后,西方已经开始夜不能寐了,并且直呼,中国对这款武器隐藏得太深了,几乎瞒过了全世界,美国方面也发言称,有了这款大杀器后,从此西太平洋中国说了算,从外形上来看,轰6J战机与轰6K几乎如出一辙,就是轰6K的翻版,唯一能够分辨它们的就是轰6J在机翼上,增加了新型电子战吊舱之类的设备, 不过这也可能是家装的光业瞄准吊舱,用于引导飞弹攻击。目前专家比较偏向的是电子战吊舱,因为现代海战已经越来越重视电子战领域,而这款吊舱极有可能就是为美军宙斯盾舰而准备的,轰6J战机模型。 一旦海上发生冲突,美军航母无疑是中国最大的威胁,虽然中国拥有东风21D与东风26D两款杀手截武器,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用轰6J就能够进一步丰富中国反航母能力, 让美国更加不敢在中国周边挑逝,而电子战吊舱的作用就是压制保护航母的宙斯盾系统,从而能够使飞弹更有效的打击目标。 同时也为了保护轰6J的安全,减少轰6J被发现的几率,虽然轰6J在外形上几乎与轰6K一致,但内部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发动机。 据悉,轰6J机有可能已经换装了更加省油的D30KP2发动机,这样就能够让这款轰炸机具备更远的航程,覆盖整个南海自然不成问题。 由于其作战半径已经延伸到了3500公里处,再加上其能够携带射程达400公里的超音速反舰飞弹,打击半径完全能够达到4000公里。 轰6K战机,除了发动机的改变外,机身材料也可能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轰6J机有可能采用新型复合材料来替代现有的金属机身,这样做带来的优点就是机身重量明显减轻, 能够将节省下来的机身重量用到机在设备的安装当中与武器的携带能力上去,这样就能够进一步提升轰6J的作战能力与打击能力。 轰6J能够挂载多达7枚的英机12飞弹,这12枚飞弹能够以3马赫速度对目标进行打击,宙斯盾根本奈何不了这款飞弹。 同时,轰6J的诞生也是为了替代老旧的轰6G轰炸机,成为未来海军空中反舰力量的主力军,将来中国海军将至少装备一个团规模的轰6J战机。 看来美国航母真的不好过了,对于解放军拿款武器是美军航母最头疼的威胁这个问题。 如果问国内网友,肯定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的东风系列反舰弹道飞弹,其理由也很充分。 因为无论是东风-21还是东风-26,只要想到能够送航母离开千里之外,就让人感觉非常之爽。 但如果你将同样的问题向美海军作战部长约翰·李查森提,得到的答案却完全不同。 美海军作战部长认为虽然中国不断壮大反舰弹道飞弹体系,但相比反舰弹道飞弹,解放军大量的常规动力潜艇对美军航母来说,才是最致命的威胁。 在约翰·李查森看来,想要让反舰弹道飞弹取得预想战果,需要形成完整的杀伤链,这要从信息侦查与搜集到数据链传输,再到指挥控制系统,再到发射制导环节,环环相扣,整个链条十分复杂,美军完全可以通过电子干扰,网络攻击等方式,将链条上的某个环节瘫痪,让解放军的反舰弹道飞弹无法发挥作用。 但与反舰弹道飞弹相比,潜艇在战时,既不需要后方庞大的作战体系支撑,自身又有极强的隐蔽性。 使用的鱼雷由于攻击的是军舰水线以下部分,有些更是直接攻击舰船龙骨区,会伤能力远超反舰弹道飞弹,并且在航母防御常规潜艇攻击上。 美国人曾经吃过大亏,上世纪80年代初时,埃及海军向我国订购了不少军用舰艇和装备,其中就包括四艘033型常规动力潜艇。 033型潜艇设计于上世纪50年代,是我国在苏联R级潜艇的基础上仿制而来的一型柴电动力常规潜艇。 033型潜艇水下海水量约为1800吨,水上海水量为1400吨左右,艇长76,6米,艇宽6,7米,吃水5,34米,主机采用两台37负低柴油机,水上最大航速15节,拥有8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艇上配备14枚鱼雷。 由于设计年代早,所以033型艇采用了水面线型加双轴双桨推进,而非当今流行的水滴型加单轴的设计。 但即便如此,埃及海军仍然对这四艘033型常规动力潜艇的性能相当满意,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 特别是在1986年,美海军B6舰队与埃及海军进行的联合演习中,033型潜艇更是让埃及海军名声大震。 当时,美埃两国海军正在进行航母编队反潜演习,其中充当假小敌的埃及033型潜艇连续在海下躲藏了四天。 美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拉网式搜索,但却一直没能发现埃及潜艇,并且最后还让埃及潜艇巡击找到了破绽,突破了美军反潜防线。 先是在前望镜中对美军航母进行拍照留念,其后在美军航母身边上浮,按演习设定,美军航母被判定为沉默。 而此后美军与同盟国海军的反潜演习之中,类似事情也多有发生。 例如2015年,法国海军蓝宝石号攻击型核潜艇单挑美海军航母战斗群,居然取得将一半美舰击沉的战果。 这些潜艇突破美军航母战斗群反潜防线的事情,以为全球其他国家海军的潜艇部队,上了生动的一刻。 其实美军航母编队的反潜能力不可谓不强,从里到外分别有护航战线,舰载反潜机直升机,护航攻击型和潜艇等多道拦截敌方潜艇的手段。 这些手段在深海中十分有效,但在水声情况复杂的近海中却困难重重,很难从嘈杂的近海背景深中去。